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同样是面对强敌 不过AC米兰开场就气势如虹 完全压制罗马 第38分钟 AC米兰全场耐心寻找机会 从右路转到中路 突然一脚斜塞 罗德里格斯杀入境区 摆脱防守后将球横传中路 凯西插上后点轻松推射得手 AC米兰1比0领先 罗马通过防守反击也给AC米兰造了很大的麻烦 第57分钟 AC米兰前场手球 罗马发起快速反击左路博的脚球机会 帕斯托雷将脚球拔掉进去中 一片混战中卡拉布利亚解为失误 罗马一比一般平比分 随后伯纳文图拉送出精妙斜塞 一挂也干到破门 只是在裁判通过VAR确定之后 一个甲长月位 进球被取消 下半时刚开场时一挂音 带球被罗马憋得往回待 然而他并没有护住球 被罗马球员身后一统 折合中路刚好得到皮球 无人看守罗马封霸直接起脚弄射 皮球擦着力柱出了底线 AC米兰逃过一劫 这次进球又被取消 一挂音更是郁闷 罗马的奔踪起随后 也是进球被取消 不过今天一挂音并没有因此而被击倒 不时最后一分钟 一挂音送 出手术刀是直三 第八十三分钟才换下伯纳文图拉的库特罗内后排插上单刀怒射得手 这一次 满满全全没有阅位 一挂音的这一季致命直栽 也帮 AC米兰逐场上演独秒权杀好戏 几分榜方面 仍然是尤文和纳布勒斯六分领讨 AC米兰逐杀取得开门红 少赛一轮的他们排在第十一 罗马两轮连丢五分 目前还是四分排在第四 恐怕这个赛技术他们就要被尤文拉开距离了 射手榜方面 罗马和AC米兰前面几轮都是全面开花 没人能进到两个球以上 目前最多的只有戈麦斯 麒麟斯基等人打入二球并列榜首 尤文巨型C罗前两轮还未建功没能上榜 尤文巨型C罗前连结婚